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一部分的1060 关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什么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呢 我们了解就可以了 那这个管理规划是项目管理的钢领性文件 在管理规划当中会明确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项目管理 进行项目管理做什么 怎么做以及谁来做哪些方便的工作 那你这个谁来做 那什么时候做呢 还要在总规划当中去说明项目的总投资和总进度 那可以把上这些内容关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的一个大致底线的内容了解就可以了 不需要大家来记 接下来呢我们要记几个小考点 第一个小考点啊 我们要知道的是项目管理规划 刚刚说过了它是一个钢领性的文件 要随着项目的进展来进行动态的调整 关键词动态调整接下来 那针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 我们要知道是谁来编制的 对应的阶段是哪些阶段 我们前面讲过 项目管理呢 说你的阶段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实施阶段 对范围涉及整个实施阶段 是属于业组方项目管理的范畴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项目管理规划谁来编制呢 那这里明确了业组方项目管理的范畴应该由业组方来编制 那由于总成包方在项目管理的过程当中 设计的阶段也是整个实施阶段 所以总成包方也要编制项目管理规划 那其他的比如说设计方啊 那施工单位啊 供货方也需要编制各自的 那项目管理规划 那设计的内容呢 只要是各自合同范围所包含的内容就可以了 所以针对黑板上的特点范围还有编制 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要记住这业组和总成包方来编制整个项目的管理组划 那下面呢 我们要强调一个2018年教材的一个变动 我们原来版本2017年及以前教材版本 针对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呢 是旧的 2005版的 那2017年发布了新版本 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 我们18年的版本的教材 都是根据17年规划进行的调整 那首先第一个 与上一版教材相比变动的内容呢 是关于项目管理的策划 项目管理的策划呢 包括两类 一类是项目管理规划的策划 另外一类呢 是项目管理配套的策划 那这个规划的策划 就是我们原来版本教材当中 体现的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项目管理的规划大纲 另外是项目管理的实施规划 而除了项目管理规划策划以外的 所有与项目有关策划的内容呢 都归到了这个配套策划当中 所以从硬实的角度 我们重点来进 项目管理规划的策划 包含这两个方面 那针对本节从硬实的角度 最后大家重点把握的 也是针对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都包含某些内容 编辑的依据 还有编辑的程序是什么 这三个内容是重要的考核要点 而且针对这三个内容 我们一期版本的规范呢 与零路版本规范相比 全面调整了 那这两者的三方面的不同点 也是考试出题的高屏考点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新教材是如何调整的 那在一期规范当中 凝聚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组织的概念 我们在1030的时候 学会组织 在那里我给大家几个例子 比如说团组织啊 少先队组织啊 是我们最先接触到的 这个组织这一次 那组织到底是指什么呢 那在一期版本的规范当中 给出来的明确的概念 就是为实现其目标 而具有职责 权限和关系等 自身职能的客人或群体 那在我们本文课当中 这个组织 比如说施工单位是一个组织 建设单位 还有施工单位都是属于组织 所以这是组织的概念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影响着我们本章1090 内容的一个学习 是关于项目管理机构 大家要知道 这个项目管理机构是指谁 我们在上一版本教材当中 所强调的 针对项目经理部来进行项目管理 那这个项目管理机构呢 是根据组织的授权 这个组织呢 可以是建设单位 也可以是施工单位 那根据组织的授权呢 直接实施项目管理的单位 包括三个方面 可以是项目管理公司 也可以是项目部 还可以是工程监理部等等 那大家想想 针对工程监理部 工程监理单位 是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 那对这个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的 所以如果是项目管理机构 是工程监理部 大家想想根据谁的授权呀 就是根据建设单位的授权了 那这项目部呢 是根据的是施工单位 施工企业的授权 那如果是业主方委 多的项目管理公司 那就根据建设单位的授权了 所以这项目管理机构 今年教材新增加领的概念 要知道 它可以包括这三个方面 也就是管理公司 也就是项目部 也就是工程监理部 那下面我们就来讲解 关于项目管理规划大高 还有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在内容编制依据 还有编制程序方面 都包括什么 这三个方面 从硬实的角度 要求大家 是必须要掌握的 而且内容很多 那在讲解的过程当中 林南老师要给大家 总结记忆和硬实的技巧了 那在上一版本造材 可能一些老考生 对于这个知识点应该有记忆哈 如何区分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所包含的内容呢 我们要看这个内容 是以规划结尾的 如果以规划两个字结尾 就是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所包含的 如果以计划结尾呢 就是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所包含的内容了 那我们老考生 以前总结的这个技巧 已经不适用于经典的考试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所包含的内容 完全将规划两个字删除了 那大家是不是会担心 那该怎么记呢 不用担心 虽然没有规划两个字了 但是我们仍然有新的技艺技巧 那无论是新考生还是老考生 都要认真来听 我说的这个新的技巧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从内容上注意哈 黑板上呢 我用红色字体股线的内容 是属于今年教材 在规划大纲和实施规划当中 所增加的 那增加了什么 不需要去记 那规划嘛 就方方面面都要规划好 所以我们来看 两者的一个共同点呢 都要包括项目概况 这是没有变化的 另外我们会发现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它所包含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以哪两个字为结尾的呢 都是以管理这两个字为结尾的 对不对 那再来看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呢 那这个调整并不多 只要还都是以什么什么计划为结尾的 所以这样 首先我们就从管理和计划两个词啊 去区分 哪个是规划大纲包含的内容 哪个是实施规划包含的内容了 另外呢 还会有部分内容 并不是以管理为结尾的 也不是以计划为结尾的 那该怎么来进呢 那真的就是特殊的 我们来看一看包括什么 在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当中 我们来看除了项目概况以外 包括项目范围的管理 进度质量成本安全生产管理等等 其中不包含管理这样的 只有一个是目标 一个是组织 打想管理的目标 一定是在大纲当中明确的 谁来管理 对项目管理的组织是监理部啊 还是项目部啊 还是项目管理公司啊 这些也都是要在大纲当中明确的 这样我们就计一个目标一个组织 那再加上以管理两个作为结尾的 都是属于项目管理规划大纲所包含的内容 那再来看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除了以计划这个词为结尾的以外 我们再来看要包括项目总体的工作安排 还包括组织方案 还包括设计技术措施啦 还有平面图啊 目标控制措施 技术经济指标 那这些我们就单独记一下 是属于在实施规划当中所包含的内容 那在规划大纲当中明确了目标 那接下来我们在实施规划当中 就应该去针对目标去落实 制定相关的方案 明确相设措施 然后现场平面图啊 控制措施啊 技术经济指标都应该在实施规划当中 来明确 就这样就很容易来记忆了呢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得 两者所包含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编制的依据 那规划大纲编制的依据呢 有三条 实施规划编制的依据有八条 记哪个 当然是记少了 对不对 如果考试问大家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编制的依据包括什么 那干扰项呢 就应该是实施规划所包含的内容 所以建议大家记住管理规划大纲 编制的依据 那考试做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应用排除法来作答了 那先来看依据有三个 第一个是项目文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第二个是类似项目的经验资料 第三个呢 是实施条件调查资料 那我总结了一个记忆的小技巧 我们就记文件经验和条件 是属于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故 依据了文件经验和条件 就记这一个 而再来看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故依据 那它有依据前面的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要依据合同 要依据设计文件 项目的课程 有价格历史数据等等 我从硬实的角度 现在我不要求大家去记 那现在这个阶段 把前面少了 这三个记下来 考前针对这些条例比较多的 而且是有一些对比性的知识点 建议大家考前的时候 我们总结 然后听考场知情 梳理梳理 看一遍 凭个第一印象 能够记一些内容 来应对考试是足以的 最现在呢 就要求大家在书上 或在讲当中 将这两个内容 做一个标记 考前 一定要看 那前面文件经验和条件 对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 编制依据 记下来了吗 那这个编制依据 记下来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所编制的 就是程序了 编制程序的内容 那我的讲课 一直主张的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求大家全部记下来 我们可以记开头 也可以记结尾 通过开头和结尾 做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排除一些扳扰项 那我们来看看 关于这两者编制程序的 最后一步都是什么 最后一步呢 都是关于审批了 那先来看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那最后一个是报送审批 那我们应该将这个规划大纲 编完了才能报送审批 对不对 所以第六条 就是编制项目资源计划了 那这样后两条 我们就记下来了 那我们从第一条 开始梳理一遍哈 再来看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 那首先要明确需求 和项目管理的范围 这个明确了 有了需求了 我们再根据这个需求 定目标对不对 那目标也确定之后 管理目标定了 我们要对项目的实施条件 进行分析 进行项目结构的分解 我们要将建设项目 分离单项工程 单位工程 之后往下分 这样的按照不同的划分 来划分成最小的一个组成部分 来进行项目管理 然后接下来呢 谁来管理呢 项目分解之后 我们要确定的是 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 组织结构和直接分工 就谁来管 明确管的人了 管的机构 管的组织了 再往下我们要制定的是 管理措施 确定项目管理措施 然后来编制这个资源计划 最后进行报送审批 这个是项目管理规划 发刚的编制程序 那底下也给大家总结了 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 来记住这七个步骤 首先是凭成需求 有了需求 然后分析需求定目标 然后进行条件的分析 确定组织模式 组织结构 与职责分工 与组织有关的 然后接下来呢 有措施 然后有计划 最后来选拼 那再来看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它的编制程序 是五个步骤 五个程序 那最后一个也是旅行报批手续 旅行报批手续之前 我们也应该先完成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制 对吗 所以第四个呢 就是实施编制活动了 那我们再来看第一条 第一条呢 我们要来编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时候 要先了解相关方的要求 要求明确了 再来分析项目具体的情况 包括特点啊 环境条件 第三个是熟悉法律法规和文件 所以针对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编制的我们要记的内容是 要求分析熟悉法规 然后编制报批 那从业势的角度 或者是从学习 我们找了一些技巧 还是希望大家记住其中的一个 牢牢自作 另外记住我们终于总结之后两项 一定是编制完了 再来报批 那利用这些小技巧 也有助于我们来做题 好了 关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还有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三方面 包括什么内容 编制的依据 还有编制的程序 是重要的考核要颜讲完之后 我们就来看进行的考题了 再来看这个知识底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呢 我都按照我们18版本的教材 将这个规划改成最新的了 那我们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 一期版的这个规划呢 项目管理规划包括什么 A 项目管理规划原则和内容 B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配套措施 B 是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实施大纲 B 是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实施规划 那项目管理规划包含的内容就是B群像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今年教材变动的地方 要知道项目管理的策划 包括管理规划的策划和管理配套的策划 项目管理规划一个是大纲 一个是实施规划了 我们本题考核的就是这个要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题目 这是17年的考题 在这呢我也标了一个杆字 因为关于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的工作 就这个程序都包括什么的内容啊 是属于全面更新了 以前的内容已经不适合于我们像今年的考试了 所以这里我标了一个杆字 那大家如果考生在复习17年真集的时候啊 那17年真集涉及到这个知识点就别看了 要按照李孟老师讲一方的这个题目 来练习这个知识点就行了 那针对这道题目 就按照我们刚刚总结的小技巧 跟着我来运用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助于我们答题呢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工作 一共包括这七个步骤 那这里指向第一条是分析项目的实施条件 进行项目工作结构的分解 第二条是明确项目需求和项目管理规范 第三条是确定项目管理组织模式 组织结构和组织分工 那第四条是规定项目管理措施 第五条是编制资源计划 第六条是报送审批 第七条是明确项目管理的目标 问我们政治的编制程序是什么 那针对这七条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将最后一条明确 最后两条都可以明确 对不对 最后一条应该是什么 最后一条应该是报送审批 那在它之前的呢 我们应该先将这个项目资源计划 编制完对不对 所以在正确答案当中 最后两项应该是五六 那这样就可以排除B选项和B选项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从AC当中来选择了 那这样我们的正确率 不就从25%提高到50%了吗 那A和C该选谁呢 我们来看A和C的第一条两者就不一样 那我们再想想第一条应该是什么呢 A选项的第一条是第一个是分析项目实施条件 进行项目结构的分解 而C选项的排在第一位的是第二条 是明确项目需求和项目管理的范围 我们想想是明确需求在前 还是分析项目实施条件在前啊 一定是先明确需求和范围 对不对 所以这样我们根据第一个和最后两个 就可以先将正确答案选择 出来了就选西选项 那接下来我们再将整个的程序 梳理一遍哈 那首先先来看明确项目需求 和项目管理范围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有了需求跟需求做什么 定目标嘛 所以第七条应该排在第二位 定完了目标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项目实施条件的分析 项目结构的分解 分解之后接下来我们应该确定 谁来管了对不对 那确定管理组织模式组织 结构和职责分工 然后接下来呢 要制定项目管理的措施 编制项目资源计划 报送审计 那这是根据一千年的根据啊 我们根据我们一八版的教材 打编了一下 这类题目的分析和作品技巧 大家弄懂了吗 想忘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运用上一个题目 我们分析总结的这个技巧 大家来做一个14年的这个三项选择题 那这条题目考察的是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辑程序了 在题目当中也是给了五个步骤 要求我们对这五个步骤进行排序 第一条是分析项目 具体的特点和环境条件 第二条了解相关方的要求 第三个是旅行报K手续 第四条是熟悉相关的法规和文件 第五个是实施编制活动 那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都法2017 正确的编制程序是哪一个呢 我们还是先来确定最后两项 那排在最后的应该是 领行报K手续了 所以第三条应该排在最后 大家看这道题 选项设置的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根据第三条就可以选择出正确答案 就必选上了 那我们再从后往前推倒着来排序 旅行报K手续之前呢 我们应该是实时编制活动了 然后后面两条确定了 我们再来看 第一条应该是我们先了解相关方的要求了之后 根据这个要求啊 我们再来分析项目的具体特点和环境条件 所以排在第一位的是第二条 然后是第一条 然后第四条数据相关的法规和轮件 应该是排在中间的 所以正确答案就分析出来了 那做完了有关程序的题目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看考试考察的是两者包含的内容了 这是一根据一零年的考题改的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项目实施规划应该包括什么 那实施规划和规划大纲 从名称上想一想 那规划大纲大波数都是以哪个词为结尾的 都是以管理两字为结尾的 而实施规划呢大多数都以计划两个词为结尾的 根据这个技巧我们来看A选项 项目范围管理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包含的内容 B绿色建造与环境管理 也是属于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包含的内容 那C项目收尾管理也是以管理两个词结尾 所以ABC都是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包括的 而D选项绿色建造与环境管理计划 以计划为结尾的 所以正确答案就选B选项了 那另外针对这个题目啊 从硬式的角度 我们看B选项和B选项都是针对绿色建造与环境管理有关的 所以正确答案一定是在这两项当中来产生 那以计划为结尾的实时规划 那这道题我们分析啊 可以有两种方法帮助大家来判断 接下来就来看这道题是针对13年的针对来改的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依据应该包括什么 我们怎么总结的 规划大纲的编制依据只有三条对不对 第三条是什么文件经验和条件 那我们来看 A类似项目的经验资料要选择 B工程情况与措点 那这个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要跟一个具体的情况和措点来编制 C项目文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那就属于第一类啊 就是你文件 B实施条件调查资料 那看看有我们记得关键词条件这个词吗 有所以这B也是正确的 那E项目合同及相关要求 也是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编制依据了 正确答案什么是ACD 记住文件经验和条件 是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依据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09年的这个题目 对于采用建设项目总成包模式的 某建设工程项目 7项目管理规划 B由谁来编制 A是业组方 B是业组方的项目管理单位 C是设计方 B是施工监理方 B是项目总成包方 那本题问大家项目管理规划 由谁来编制 那项目管理规划是属于业组方 项目管理的范畴 谁已经应该由业组方来编制 但是本题呢 是实行建设项目总成包模式 那总成包模式针对这个总包方 它的项目管理 追应的也是整个实时阶段 所以呢 哦 也可以是项目总成包来编制 正式答案是A选项和B选项 好了 讲到这里啊 1060就全部结束了 那关于本节18年教材 是属于重新结合一期规范 编写的 再次提醒大家 那这个指示点一定要根据我给大家 讲解的内容来备考 以往年份的 还有一往资料的一些题目 都已经不适用于我们18版教材了 大家结合着我的讲义当中提供的题目 来练习 来把握这个考核的要点就可以了 好了1060就讲到这里 好了1060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